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还有八天就能抵达目的地 船长 如果遇到了强大的魂兽 你们会怎么处理 船身上涂有一种药物 魂兽很讨厌这种气味 一般不会靠近 但要是真的遇上了 也只能自认倒霉 毕竟船再结实 也不可能挡住那些恐怖的家伙 不过您可以放心 敢于远航的船长脑子里都有一副海图 凭借这副海图 我们大都能保证乘客们的安全 什么海图 强大海魂兽分布的海图 海魂兽和陆地魂兽相似 都有自己的地盘划分 所以我们只要避开这些区域 就不会触怒他们 惹来麻烦 看来船长对于魂兽 还是十分了解的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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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哥 我们出去看看 哥 你快过来 我在这里看着你就足够了 哥 你知道吗 当初与你分别的那五年 每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都会独自仰望星空 那时 我好希望你就在我身边 傻丫头 能一生一世在你身边 又何尝不是我的心愿呢 哥 其实 我的灵魂现在能够坚持 每天入体一次与你相会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可对我来说不够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项目 但你辛苦得到的魂迹 都会付诸东流 魂力也永远无法再冲上九十几 我不要因为自己而让你付出这么多 这些我都不要 我要的是永远和你在一起 傻丫头 为什么你可以为我献祭 我却不可以为你付出呢 为你付出 我心甘情愿